送一家髮廊外被撒明紙 满地都市 店員赶紧拿掃把 出来整理环境 把我头发漂成这样 撒金是应该的啊 女顾客到髮廊撒明紙 自录影片 不满自己原本好好的头发 却被弄成这样 我的头发来这边漂染 来补染 然后我头发被漂成这样 整个断光光 然后我本来是长发 那我自己回去剪成短发 因为我头发是一把一把子在掉 事发在高雄左营区 16号下午一点多 一名女子到髮廊生气丢撒明纸 原来她在9月中来髮廊整理头发 没想到髮囊疑似被弄坏 头发变得稀少还会不断掉发 9月底双方和解12万元 但近期女子发现医药费可能不够 反悔了一气之下到店家撒明纸 可能沾洋水调错调错 比例调错吧 然后把我头发变成这样 越来越早变成这样 会依照社会秩序违务法 68条第二项就是借端支劳公司行号 来就是法办这位小姐 原本去法廊开心弄头发 却被弄坏了 女子生气又难过 只是到店家怒撒明纸的行为 已经违法了 后果恐怕得吃罚单 记得蔡霜及陈南山高雄采访报道 请上这个梦梦水 孤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然后再次准备